我想奖励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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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好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真的有点 格外爱你 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老师 您说 金星在行星研究领域中 是一个冷门 那您为什么 还要选择它呢 它对于我来说 是地球的未来 我想看到未来 是什么让一个过去 拥有过移居环境 和生命的星球 变成现在这样 温室效应失控的金星呢 其实研究它 可以让我们更好 保护我们自己的星球 当然了 我也希望以后人类 可以将金星 改造成我们的 第二个家园 老师 金星的地表 有五百摄氏度 这筑起来也太难了 就是啊 是 确实很难 过度的辐射 腐蚀酸雨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科学家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从上世纪开始 他们就提出了 各种的方案 比如说 在金星上面 造一个遮阳罩 改善环境 或者造一个云上的城市 只不过这些计划 想实施的话 的确非常困难 但是万世皆有可能 只要我们坚持着时间 足够久 所有的不可能 都有机会变成可能 就像我们祖先 认为的那样 他们就认为 太阳不会从西边升起 东边落下 但如果在未来 我们的后代 跟上了金星的话 那他们当时候 就会亲眼目睹 太阳从西边升起 东边落下的情形了 你别说刚才在讲台上 还真挺帅的 怎么了 我其他的时候都不帅 今天格外帅 所以 我想奖励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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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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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先回大房子 拿两箱子东西 嗯 走 打道 老师傅 有点 好 老师傅 对 是我 如若梦为欢几何 独有时宜为我所求 怎么了 我想你了 这么突然 想你还要分时候 你有点反常啊 不反常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未来的工作规划 好 你说我听着 我本来是打算过两年 再去西安开工作室的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这两年配音领域发展极快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既然喜欢哪儿就早去 早站住前期市场 上海和西安联动 旧工作室带新工作室 让我拥挤你 石老师 你这是迫不及待地想 先占山为王啊 我是土匪吗 占山为王 我要是土匪啊 你就是压这份 没关系 你在山里给我建个实验室 就可以了 是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占你便宜啊 你今天真的有点 格外爱你 蛤